姜文跟其他导演相比 有多不正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让子弹飞里 他演一个满脸麻子的土匪 最早姜文跟胡军说 我让你演个特别牛的强盗 谁都抓不到你 胡军心想去玩玩呗 反正这个角色听着还挺帅的 他进组之后 花了三四个小时 花了满脸麻子 当场愣了 跟帅完全没搭边 整个电影出镜 没几分钟 直接被张麻子干掉了 你以为姜文受害着联盟 只有九十让和胡军 让子弹飞剧本还没写好 就骗周润发 只要你来我们就拍 还说葛优也来 先给廖凡打了个电话 你干嘛呢 来我工作室坐着 两句话影帝骗到手 一步之遥开机前 他告诉葛优 舒淇会来 结果杀清了 葛优也没见舒淇几回 搞了半天 舒淇的戏都是和别人的 之后姜文解释 他跟葛优说的是 舒淇会来 不是和舒淇对戏 你说姜文 怎么老逮着葛优一个人骗呢 张麻子你真是没秀没走 汤誓言是我的挚爱 到底是谁 姜文对艺术的坚持 不管什么方面的压力 都不能让他做到妥协 做出任何影响自己片子质量的事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姜文产量很低 却复古经典 只要给他时间 他总会沉淀出一部好片 让子弹废话